《鬼捷》 其实第一次看到这个《鬼捷》的剧本呢 我觉得非常特别 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拍一个精神片 他的吸引力就在这里 对我来说我要演一个精神分裂的一个角色呢 是一个很用内心来创作的一个人物 所以他的最大的吸引力就在这里 其实我们在拍摄的那个过程中呢 去了很多也蛮恐怖的地方 比如说一个山洞 我们在那个崇敬那边 这个山洞好像以前是很多土匪会去躲的地方 然后我们要下去那个山洞的时候还很危险 因为它就是一个泥巴的斜坡 然后要进去蛮深的 你一进去觉得是另外一间世界了 里面的那个环境呢 我说真的我还找到一些骨头在地上 当时还在想到底是什么骨头来的 是人的吗 到现在还不知道 其实其他的地方呢 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那些房子的场景 比较破烂的那种感觉啊 我觉得他们这些环境都是很适合精神片的 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拍的时候也真的真的非常有点害怕 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恐怖的一场 是我在吃蚯蚓 当然我在开那个小盒子的时候呢 里面蚯蚓是一堆的 那些都是真正的蚯蚓 就要把它拿在手上啊 我自己本人不太喜欢小虫子 所以对我来说要摸这些蚯蚓呢 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是不太喜欢什么蟑螂啊 小虫子类似的东西 那蚯蚓呢也是有一点滑滑的 然后都会一直动一直动 反正那个时候就是要面对这种挑战 面对我的恐惧 来拿这个蚯蚓在手上 而且还要把它差不多都放在嘴里了 这个对我来说非常恐怖 夜戏都是在晚上拍的 不管是在家里呢 有一些做梦的场景 其实我们是用一种样品来做这个地方 自己的房间啊 当然那个整个环境因为打灯的时候都会比较黑暗 然后大家的心情呢 都当然会比较稳定下来 大家都会比较安静 就是为了让演员突入那个角色 所以整个环境真的是还蛮恐怖的 而且你做梦的时候呢 一定要有这种环境跟背景 才会演出这种角色 这个角色就是一个内心比较挣扎的一个牙医 第一次拿到这个剧本呢 就在想那个造型是要怎么样 就是外表就是要很阳光 可是呢内心就是要有一点恐怖 有一点分清分裂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从哪里有这个灵感 因为从来没拍过一个惊悚片 对我来说 我为了这个角色也 也花了很多时间来想一下要怎么演 阳光的时候呢 当然我拍过很多戏都是比较阳光偶像剧的感觉 所以当然在这个方面会比较好做 可是呢这个牙医它有很多小秘密 很多内心的东西 那我真的是要每一天要拍那场戏 就是要形容我那些内心的东西呢 我真的要先想一下怎么把自己的心情弄比较闷 闷下来才把那个内场把它拍掉 就是我们在那个山洞拍的时候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环境的原因 因为里面有点黑暗 然后有时候要爬来爬去啊 当然有点危险 我记得有一场我摔伤了 因为我们在那个 就两个演员在跑的时候要摔在地上 那本来是一个海绵 可是我们也不小心的把那个海绵踢走了 所以摔的时候就直接摔到甲 我的整个乞丐就打到一个大石头 然后真的很不行 我们那天还记得一打到石头 我完全都想是不是骨折了 那个痛是直接进腿 直接进到头脑的那种痛 所以我那个时候非常担心 完全不能站起来 那工作人员都把我扶起来 坐一下呢 我也相信我的腿真的也不能走了 那天我记得导演就说 我的部分真的不能再拍下去 那个时候我当然 我们这种意外会发生呢 是难免的 可是没人会想到 我们做最大的准备 有安全性的东西呢 到最后还是会有一点事情会发生 这是没办法控制的 过后我真的是很多场呢 都可能要修改一下 能符合我的脚的伤 还好我这部戏没有很多变 就是平常那些比较大动作的戏都已经拍掉了 那我摔伤之后呢 可能好几个月才那个乞丐才恢复 在拍一部戏的时候那整个月的过程呢 就一定要投入这个角色 要认为你真的是这个人 你真的要知道他的自己的恐惧 他的害怕 他的心的秘密 我们也是因为在 你不在家住 你出去一个酒店住 在一个比较陌生的地方 这种部戏也拍在重庆 我第一次去重庆 当然前面几天会习惯 认床这些事情 在拍摄的过程呢 因为是精神片呢 可能我花的时间 能休息的时间 会更长来适应这个地方 因为当然是有跟剧情有关 因为这种东西 如果你头脑一直都是想一些恐惧恐怖的东西呢 你也自己会做梦 拍完了这部戏呢 可能前面一个月 我还是会有一点 一点想到那些场景 而且我的脚的伤呢 一直跟着我好几个月嘛 所以这很难忘 我相信大家看了我演 这个阮萍这个角色 一定会觉得这个 演的这个人物 是给大家一点不一样的感觉 内心很挣扎的一个人 在这边一定是有大的突破 因为我的前几部戏都没有看过我这一面 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点不一样的演出 让观众能了解一下 其实我的可能演戏的范围 也可以越来越大 记得有一场呢 我们就跟一个刘教雅老师就有一点感情戏 在这方面呢 导演都跟我沟通 我们就要清场 然后算是一点床戏 当然那个时候就很尴尬 可是因为合作了一段时间 当然跟刘教雅熟 也不代表很容易就可以透露这一场 而且我觉得最辛苦的是因为 这不是一个超级浪漫的剧情 就我可能比较习惯 比较浪漫的剧情 如果是床戏 这个就是要很 有一点 有一点变态的感觉 所以我要自己先想一下 那个演员法怎么带变态 带动作 这个挑战很大 而且我还记得我们在演的时候的过程 当然也会在那边一直在形容一些 一些我们应该有的情绪 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因为毕竟本人也不是个变态 所以真的是要把它演出来 当时有一场我们就在森林跑来跑去 然后这场是一个 一个噩梦 然后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化妆 因为那个妆就是要贴很多那种起泡泡的感觉 从在脸上啊 还有整个手上 我记得化妆了几个小时 然后对我来说 就你整个脸都有这种东西呢 我连自己照镜子也自己被吓到了 可是我觉得那场真的效果很好 我就要森林要跑来跑去 然后整个看起来整个外表就是一个被很折磨很痛苦的一个人 这部戏呢影响蛮深的 因为我这部戏的过程 有些演员呢还是要打扮成一点鬼的感觉嘛 然后其实在拍的时候还蛮恐怖的 因为妆画得像鬼妆 可是呢也蛮好笑的 因为我们一放饭吃饭呢 就跟他们一起一起吃饭 然后只明明是一个完全是装个鬼妆的人 是坐在你对面 然后这样跟你一起吃盒饭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我觉得我在这个不只是腿伤 有一场我们就是要抓那个 一个演员互相抓手 就是为了不要摔倒 毕竟是女生的指甲都会比较长 那当然会有受伤 我觉得留了很多痕迹 就留了很多疤 就刺到我的皮肤了 其实还蛮辛苦的 可是这个会把整个戏份 那个时候一定会很紧张 对ING 为什么